因應中共肺炎疫情衝擊經濟 新政院已在疫情緩和後 發放庫碰券刺激國內消費 拼被藍營立委質疑不好用 經濟部長沈隆金8月表示 用庫碰券誘發消費效果 會有四倍 用消費券或現金 只有一倍或不到一倍的作用 沈隆金表示 振興要等到疫情稍緩後才能來實施 現在是企業受到疫情影響 大家不出來消費 現金收入有困難 還要付員工薪稅 租金等種種負擔 民眾黨立委 邱成元則認為 經濟部所提出的紓困貸款方案 對於很多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來說 除了申請不意之外 業主在不知疫情何時趨換的情況下 也不敢在這時去冒險貸款 紓困的資源應該要重新盤整 沈隆金則回應表示 未來注意這塊幫助企業度過難關 新唐人野愛店是從王立峰 台灣台北報導